朋友们好,还是5月5号下午了 早上跟大家录完论顶的世界大战和世界秩序的重构 其中中国问题这部分 休息了一天 确实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去解释 做这样的东西呢,确实很耗费心理,很累 我看到有,刚才我看到有一个网友留言说语速变快了 语速变快了是不得不 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不能够,比如早上比较忙 所以时间有限,没办法 接下来了,缓了缓,跟大家随便聊几个其他的问题 就是怎么讲呢,我把我自己的内容呢,飞容分为稍微正式点的内容,大不头的 和稍微不正式点的内容呢,就是偏热点的,偏快餐式的内容,比较短效的 最近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事儿 一个事儿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 去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奥地利 对不起,我确实没有太稀看 其中呢,法国呢,是最引人注目的 因为另外两个国家呢,不是这个欧洲的核心成员 可以这么说,也不是西方的核心成员 但是法国是,法国呢,他在俄乌战争以来呢 他的表现呢,就让人觉得,哎呀,这个看不懂 嗯,我觉得你看不懂法国,你可以去看看历史 怎么说呢,就是 我们普通人看政治容易陷入两个误区 一个是阴谋论的误区 阴谋论的误区呢,是容易理解的 因为我们掌握的资讯不够 然后有一些资讯呢,无法得到验证 主要是我们无法去验证我们所得到的一些资讯 所以这也是一种资讯的不足 所以呢,容易被一些事情呢,或者一些资讯所忽悠 但是还有一个误区,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 我记得我前些年讲过一个大就是不一样的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无论是一个组织,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事件 它当它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自然跟你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同性质的东西 它的结构和运作方法都会不同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巨人的话 它不可能是按照我们现在身体比例 道理很简单 它的横截面支撑不了它的重量吗? 因为你横截面是平方 你的重量是个立方的变化嘛,体积 所以呢,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国家大事也是 国际关系呢,它有拟人化的一面 就是有点像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这种加长里短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它是由人组成的社会 所以我们AI还没有讲完 下一步我就想讲讲 AI它对世界秩序带来的改变呢 有一个核心的因素 就是它不具备我们人的特点 我们按照我们人和人 就是我就是人,你就是人 那你自己能理解自己的情况下 多少你就能理解别人 对吧 就是我们叫同理心也好 或者推理也好 多多少少你都会理解 你只不过是选择你理解它之后 你选不选择接受 那么多多少少呢 我们由人 我们想到我们家庭的相处 我们团体的相处 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误区 就是我们认为呢 国家和国家 国际政治呢 它也是完全按照我们家庭生活 小组织的这种相处方式去相处的 并不是这样的 在这种大组织啊 别说大到国家了 就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这种相处和博弈 它跟人和人之间的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这个很大的不同呢 很多人他就理解不了了 为什么马克龙 你看起来有的时候 他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反对中国 有的时候他又对中国那么友好 因为你们看到的马克龙 他不是这个 in person 就不是一个人呢 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in position 他是法国总统啊 对吧 他要去play他的game 就是说他要去进到他作为一个法国总统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工作 那他的工作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要配合他的国家利益 或者他的组织 他的组织是什么 欧盟 北约 西方都是他的组织啊 利益 所以简单来讲呢 我想呢 就是引导大家去看国际问题呢 你去看几个点 第一个呢 任何的国际问题 你看不懂的时候 看结果 看结果 你比如说马克龙也好 法国也好 他跟中国玩这个游戏 最终结果是有利于他的 还是不利于他的 你就这么评判就好了 你如果真的看不懂 你当时也有很多人看不懂拜登啊 还有很多人看不懂川普啊 直到今天 我跟人讲 川普是一个 如果他当总统 不会轻易发动战争 不会轻易的动用武力的一个总统 很多人理解不了啊 说他还杀了这个苏拉曼迪 那你看看拜登任上 他干了多少事啊 对吧 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说 打死个恐怖分子 这事值得一提吗 之所以值得一提 是因为在川普的任上 他没有其他的对外用兵的经历啊 完全没有啊 对吧 你就从结果看就好了 你不要去 如果你最好的呢 是你能分析清楚他的动机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分析这些政治家的动机是很难的 因为政治家是什么 政治家呢 我们说句不好听的都是职业演员啊 可以说是职业骗子都可以啊 无非他骗人的目的 有好有坏嘛 是吧 那么法国西方在于中国这场复杂的博弈过程当中 他不可能是愚蠢的说 我硬碰硬 我手里明明有很多牌 我不用 我只用一张牌 那他不蠢到家了吗 他怎么可能那么蠢 所以呢 他一定会有一个配合 这个配合用老百姓理解的话说 就是所谓的黑白脸嘛 谁当黑脸 谁当白脸 这是一定有的 你说西方阵营里面有没有分裂 也有 但是他的主流 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 他的主流 还是比较团结一致的 那马克龙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里面呢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缓冲作用的 也有这个白脸作用的 这么一个角色 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缓冲 所以有些东西呢 还不至于彻底翻牌 你包括与俄罗斯之间 现在也没有彻底翻牌嘛 是吧 没有把桌子掀了 所以呢 大家去理解国际政治呢 你实在看不懂 你就从 如果你看不懂动机呀 就实在看不懂动机 你就从结果上来看 他不是 不是每一次都奏效 因为结果有的时候是意外 但是呢 他真的 那如果你实在看不懂动机的话 也没办法 你只能从结果上来看 另外呢 你看历史 历史上来说呀 就玩这种国际政治 或者说我们说 玩这种策略 玩阴谋诡计 那全世界的所有现代国家里面 玩政治 玩国际政治 祖宗级的是两个国家 英 法 第三个都没有 美国都不是啊 美国实际上 在这个阴谋诡计这方面 美国人还是差很远的 美国人玩的是实力 硬实力 所以呢 这祖宗级的 英国和法国 你看看英国和法国 在旧欧洲的时候 在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甚至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们是怎么玩的国际政治 那个套路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对吗 他是有这个传统的 他不是说这个东西 简单的是一个人的问题 不是这是一个国家的特点 这是一个国家的智慧 他到这个角色上 马克龙到这个角色上 他该干什么 他能干什么 他有一堆的人告诉他 该干什么 能干什么 民主国家了 当然如果像中国这样的 一尊体制 那是没有人会告诉他 该干什么 谁敢说呀 对吧 所以这是我对马克龙 和中国关系 包括现在很多人在讨论 在说这个法国到底是侵华 还是反华 讨论这个问题 在国际政治领域 你就比较幼稚了 这里面没有所谓的侵华和反华 第一 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的盟友是谁 他必须清楚 他可以不清楚他敌人 但他必须清楚 他的盟友是谁 他的立场在哪里 哪里是他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想法国是很清楚的 法国不糊涂 对吗 那国际政治的祖宗级的国家 英法 那比他更 比他下一个level是谁 就是俄国 都是老欧洲国家 就是玩国际政治 玩的好的 都是老欧洲国家 那是俄国 这是下一个level的 我们甚至可以把 其实你就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结束之后 巴黎协议签署国 那些国家 就是这个世界上 这个星球上 玩国际政治 玩的最好的那几个国家 其中最单纯的是两个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最单纯的 美国和日本 而这两个国家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呢 我跟你玩阴谋 诡计 玩不了之后 我 我跟你 我跟你拼实力 只不过美国人 拼的实力 是他真有实力 日本人 拼的实力 是我 我弄不死你 我还弄不死自己 对吧 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确实 岛国呀 他有他岛国的 一些特征 特征 还是 还是值得大家 去看一看历史的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习近平访问欧洲 不会为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国际事件 带来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因为各家 有各家解决不了的问题 习近平不可能 在出口问题上妥协 因为如果他在出口问题上妥协 他就不补贴 他的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经济怎么办呢 口袋里没了钱了 怎么办呢 他也不可能不支持 普京不支持俄罗斯战争 因为 谁都明白 我们讲了两期的这个论顶 是吧 搞完俄罗斯 那一定是要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那现在你不支持俄罗斯的话 你马上 你就倒 你支持俄罗斯的话 你可能还能坚持几天 多消耗消耗西方 所以这些问题呢 基本上 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只不过呢 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习近平他再不走出国门 再不去欧洲转一转的话 可能他要承受的那个 我们在今天早上论顶里面谈到的 啊 那个被打击的可能性 那就太高了 因为世界就会觉得 那你就是铁了心的 要跟我们战场上见了 那对他是不利的 因为他没有准备好嘛 所以对于习来说呢 他也有一些他不得不做的事 我相信他并不想去欧洲 没有意义嘛 对他来讲没有意义 我指的是对他来讲没有意义 所以呢 习近平去欧洲呢 我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是习近平他对这个国际秩序的一种示弱 他有问题了 他面对一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强硬起来 所以他必须呢 改变一下自己的姿态啊 该低头还是得低下头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改变呢 我觉得不会 那你说欧洲会不会向中国妥协呢 我觉得也不会 欧洲人很现实 把自己要的东西要到了 这是第一位的 那自己要的东西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 哎 想从中国的口袋里面掏点钱出来 另外一方面呢 是想让中国少从自己的口袋里掏点钱出去 那这都是欧洲想要的 我们看结果嘛 是吧 啊 这是习 习主席 访问欧洲 我认为 从 他的这个形成上来看 他是一种无奈 而且他是一种被动的 他不去也不行 他要给世界 一个交代 这个不是他强势的表现 也不是欧洲欢迎他的表现 不是 这只是一个 大家进各自的 工作的职责所在了 只是职责所在了 最重要的是 大家不要轻易的 去给法国或者马克龙下这种 这种结论 哪有那么单纯啊 一个 一个世界最古老的 现代国家中啊 就现代政治的奠基国之一 另外一个是英国 他怎么可能这么单纯呢 那不可能啊 你包括 我讲了 马克龙多次的提到 法国要派军队去乌克兰 怎么会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认为 他是 他是一种 置气的说法 一个国家的总统 你们公司老板 会跟你这么置气的说话吗 对吧 这是解释不通的 不能那么理解 只不过他的话 不是说给你听的 所以你听不懂 这很正常 那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在 中国的五一黄金周期间 讨论最多的 就是梅大高速公路 事故这个事 其实如果你们用心的话 你们会发现在疫情之后 中国发生这种事故的 这种频率 实际是越来越高了 我相信 大家能够在公开媒体上 看到的还是少数 大部分都是大家看不到的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对吧 毕竟中国有新闻审查 有防火枪 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呢 我的一些朋友 就问我怎么看 我借用了一句 七年前 郭文贵当时 说的最出名的一句话 叫什么 叫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就是中国 关于这种质量问题 这种人祸 或者天灾 人祸叠加的这种灾难 这才是刚刚开始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你所有东西都是不合格的 你从食品 你到基础设施建设 到你的汽车 你告诉我 有一样东西 有一个行业 是能达到合格标准的吗 我想是没有了 在汽车制造领域 各个的分支领域 我们都知道有个标准 这个标准叫什么 中国叫国标 欧洲叫欧标 美国我们叫美标 那这些标准的差异 自身就是很大的 何况 你就是国标的东西 你拿到美国来 就是不符合标准的 何况你在中国那些企业 他连他的国标都不符合 为什么 我们也讲过了 对吧 在讲这个TikTok的时候 一个企业 他的价值观 跟他的盈利模式 是绑定的 他把那个东西 给你做合格了 做的满足美标了 他在中国 他就卖不出去了 你说 你去跟中国消费者说 我这东西安全 我一辆车 比如说 一辆中国的车 20万人民币 一辆满足美国标准的车 在中国 如果卖50万人民币 你去跟中国的消费者 说这个事 几个人听你讲了 既然他能选择华为 他能选择小米 这样的人 脑子里面的脑回路 是这种 能为自己的安全 付出多一倍的代价的人吗 他不是 而且整个的社会氛围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事情 他会越来越多的 而基础设施 这就更明显了 如果你们在中国大陆 有过一定的生活经验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 都是愚蠢的 有不腐败的工程吗 有哪一个工程 不用多了 在中国大陆 你告诉我 有哪一个超过 10万块人民币的工程 从你们村 你们县 你们乡 到中央 到各省吧 各省 因为中央没有工程 中央只有 各部委的工程 还有中办的 就从你们村 到你们省 10万人民币以上的工程 哪一个是没有人 拿回扣的 那回扣 怎么拿 那不给你偷工减料 那回扣出的来吗 不偷工减料的话 回扣出的来 各层各层的这种承包商 它的利润出的来吗 过去30年 对吧 从1990年开始吧 就89之后吗 过去30年 中国大基建 搞得有多疯狂 埋的豆腐渣工程的隐患 就有多疯狂 你建了多少路 你就埋了多少雷 你修了多少桥 你就埋了多少雷 你建了多少栋房子 你就建了多少栋微房 我就敢这么说 那你说这不就是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吗 为什么疫情之后 这些问题突然爆发出来了 因为政府没有钱去进行维护了 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钱都哪去了 钱都给你们验核酸了 对吧 疫情期间都建方舱了 都验核酸了 那怎么 很难理解吗 朋友们 各级地方政府 现在财政亏空到这个程度 他会去认真检修这个公路 认真检修这个桥梁 这个列车 你这些东西吗 还有维稳的压力越来越大 哪都需要钱 他做不到了 他也不会做的 因为老百姓的生死跟他好像不是他的首要考虑的一个要素 所以呢 我看待中国未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很悲观 很悲观 你说解决办法 我没有 我在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讲过我的一个观点 也是我处事的一种方法或者经验 就是我从不假设任何问题一定有解决办法 我从不认为这个方法一定比困难多 事实不是这样的 事实是很多问题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没有解决办法 你必须面对它 要么就离开它 那 18年的时候 我在网络上第一次提出 你都跑路了 是吧 我觉得当时被批评的还挺严重的 就是有企业家朋友问我说 他想 他想润 用今天的话说是润 问我这个美国怎么生存呢 欧洲 我说你都想跑路了 你还想满汉全席吗 当时我就说 你应该考虑东南亚那些国家 这话今天跟人家讲 人家都不一定听得进去 可是今天你们看一看 18年往东南亚移民的门槛是什么 今天你再看一看门槛是什么 四五倍有了吧 甚至有些热门的国家 十倍有了吧 我说的是难度 难度不仅仅是金钱 所以呢 你只要抱有侥幸心理 那你就属于没想明白的人 想明白没能力 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我们怎么谈 我们谈怎么面对问题 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的 你想不明白的 那就是我记得18年我还说过一句比较狠的话 叫好良言 难劝该死的鬼 是吧 这个怎么讲呢 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心目当中 普通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中国成功的企业家是马云马化腾 可是啊 我所知道的 在中国一些有点 脸 有点头 头头 就是头面的吧 或者说有点 江湖地位的 有点身家的企业家圈子里 你知道他们认为 谁 是代表中国企业家最成功的吗 两个人 老贾 贾跃亭 和潘石屹 你看这跟普通老百姓的认知差距有多大呀 为什么他们认为贾跃亭是中国成功的商人 为什么他们认为潘石屹是中国成功的商人 人家保住了三样东西啊 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保住了家人的身家性命 保住了相当可观的财产 什么叫保住了 出来了 记住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出来了 你才真的是保住了 只要你出不来 你都不要谈这个保住了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好 谢谢大家 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平安 请不吝点赞订阅